各位朋友大家好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 终于出来了 千呼万唤使出来 本来应当在四月份就公布的 一直等到五月中旬了 最后才公布 那么这个数据呢 为什么等这么长的时间呢 中共官方说 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资料需要核实 需要这个各种数据需要吻合 但是呢 谁都知道中共 他们是在数据造假方面呢 那是这个惯犯 以前的这个大跃进时期的 谋产十万斤 一直到现在的这个人口数据 这都有造假的这个嫌疑 就比如说这一次的这个数据啊 里面就有很多的疑点 我给大家举两个疑点啊 第一个他是说在2020年呢 出生的人口啊 是2600万 死亡的人口是1427万 这两个数字跟2019年的18年的 以及前面很多年的这个人口的出生和死亡的这个惯性是不符合的 2019年人口出生只有1465万 那18年呢是1523万 17年是1700多万 这个越往前走 这个出生的这个数字呢 就稍微比这个后一年呢就要大一点 结果到了2020年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从1465万增长到2600万 这个跨度这个这个跳跃啊也实在是太大了啊 那么死亡率呢 死亡的人口呢也是跟前一些年的这个数据啊 差距太大了啊 比如说2019年是998万 18年是993万 到了2020年突然一下子跳跃成 1427万了 那么这一年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大增的这种情况呢 这个明显的不符合常理 因为人口这种变化 它肯定是一个比较缓慢的 除非是碰到战争啊 或者是饥荒 那会有突然又会有很多人的死亡 在一个这个和平年代 那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 这种社会动荡的情况下 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这个差别不会变化这么大 当然有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影响 但是呢这个影响不至于说啊 让全国人口这个死亡率一下子增长到那百分之五十几啊 出生率增长到百分之八十几 这个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啊 这个数据这是一个重大的疑点 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点啊 他是说呢 在2020年 65岁以上的人口啊 新增的人口是1641万啊 就是说这个老龄化比以前这个严重了啊 新增加了1600多万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 这是跟2019年相比新增了这么多 那这个数据呢 那这个数据呢 这就是明显的 是造假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65岁的人啊 在2020年65岁的人 他的出生的年份就是1955年 1955年 那一年他出生的人口是多少呢 根据当年的这个数据啊 官方的数据啊 出生的人口呢是2,400万 2,400万 那么 2,400万 他其中能够活到65岁的那肯定要小于2400万这个数字啊 然后呢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 这是包括65岁和一直这个啊 比65岁年纪还大的这个所有的人口啊 他是增加了1641万 那么当年这个2020年死亡的人口是1427万 1641加上1427啊 如果是这一批老人家这个不死的话 那么加起来是3000万 那也就是说2020年的65岁以上的人口 如果是都不死的话 那么比上一年应当是要多出来3000万 那也就是说按照这个逻辑 55年出生的人口应当是3000万 但是当年实际的人口啊 只有2004万 所以说啊 这个差距非常的大 那这将近1000万的人口是哪里出来的 这个里面呢就有很明显的疑点 这个只是举两个例子而已啊 那么这种疑点呢这个在他们的这个公布的数据里面呢 这个还有很多全世界能够相信中共的公布的数据的可能只有被中共洗脑的这一小批的中国人 全世界的那些专家学者 对此啊都是要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 听你刚才讲那些数据啊 我这个加一个小插曲 这个刚才啊 听了一个法国的一位专门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 讲这次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 记者问他对这次数据的看法 他是这么说的 我看不出来中国政府故意夸大这些数据有什么好处 你看他这话说的 他就认为就是说你一个你你这个政府的数据是不可信的 但这样一个计划的这个人口的数据 你如果那个要是作假的话 他我看不出来你有什么 他就这就是这个一个这是一个法国的人口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 他显然不懂中国 为什么 他他不知道现在公布这个数据经过人工编造以后 他是为了要证明40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对的 我们现在得出的这个数据证明我们计划生育的结果是健康的 那么至于这个数字是不是真实的 那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位专家他就他就看不懂中国的这个特点 这小插曲啊 那么我刚才一平刚才讲了你这个这个数据的真假问题啊 我就想简单的说说呢 就是说这个计划生育这个荒唐性啊 你要知道呢 咱们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是源于这个马列主义的一种这个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他和这个世界普世的意识形态不一样地方就是 他认为人可以创造一切 人可以随心所欲一张白纸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可以占天斗地 人想人只要你想得到你就能做得到 有这种这个毫无这个叫什么 这个节制的这种能力 这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区别 所以他们就认为就是说我只要想做的我就能做到 那么计划生育呢 我以前听过有一个也个专 有一位中国的一位专家提到 你计划生育 你这个怎么来的呢 它源于计划经济 我觉得这个比这个形容是非常的恰当的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社会 我们都知道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但是人口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 要仰仗于你的意识形态 或者也就是说 你的上层建筑认为 这个社会的发展 是你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 第一首要目标的时候 人口就是你经济发展的动力 但是当你这个国家治理机构认为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时候 那么人口毫无疑问就会成为你社会发展的累赘 也就是说 中国在计划生育之前 为什么要提出计划生育呢 因为中国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每一年要做好下一年的计划 那么下一年的计划呢 那它就要跟人口相匹配 要产多少粮食 要产多少这个副食品肉类 供多少人来维持基本的生活 那么我剩下的以后呢 我这个国家就进入政治斗争 进入阶级斗争这个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呢 那我这个经济呢 我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时候很显然 如果你人口的增长超过了你经济化经济的增长的时候 毫无疑问就是累赘 因此它就成为了计划生育最原始的借口 而且这种意识形态 它在治理国家的这个商量 刚才我提到了 它就是源于自己的想法 因为它权力无限大 它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70年代末 80年代初开始的计划生育 这个是一个根据中国发展的状况 而制定的一项国策 它这个国策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是50年代的时候的放纵生育 当时呢 这个50年代中国是有个婴儿潮啊 那个是源于什么 源于的我们的这个领导阶级呢 他们这个盲目的追随苏联老大哥 那个是这个二战之后呢 由于为国战争死了大量的人 而且大部分的青壮年男人都已经都少了 而且是俄罗斯的人口呢 苏联的人口呢 就是女性大大多于男性 所以斯大林那会发起了个叫光荣母亲运动 就生的孩子越多越光荣 那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 从4万万就是4.5亿人的这个新政权建立以来呢 那么人口的发展呢 它比当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建立这个政权以后 就进入三反五反正反等等的运动 所以呢 国家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维持政权稳定 跟这个政治斗争上了 所以经济的发展没有跟上这个人口的增长 而没有跟上人口的增长呢 反而从苏联学来了 要这个这个要多生育 人多好办事 甚至是我们要立足于打世界第三个世界大战 要大打 要凿打 要打核大战 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原话 那我们可以六亿人 我们可以贡献出三亿 在这种这个国家政策指引下 那当时主张计划生意的马云出现 这就被靠边站 也就定为右派了 所以呢 五十年代 有一次有一个疯狂的婴儿潮 这就造成了到六七十年代 这些人正是 这个粮食消耗大户 这青壮年青年的时候 青少年的时候是粮食消耗的大户 所以呢 这时候经济的发展 自然就成为了人口发展的一个累赘了 所以就必须要把这个人口 这个要给它限制住 以便能够匹配我的经济发展能力 这就完全是计划经济的 可是我们大家知道 四年前在计划生计开始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 你已经抛弃了你这种计划生计的 这个计划经济的这种意识形态 你开始融入这个市场经济了 你的人口已经成为你 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 而且你这个人口带来的红利 带来的经济发展 这个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 前二三十年的人口红利起了很大的作用 所以那么这个计划生育 这个也就是说 这样从一个五十年代的 这个叫做鼓励生育到后来的计划生育 现在又开始了 又开始鼓励生育 为什么 显然刚才一平几讲章 那些数字来讲有假 这个数字只为了证实 证明我们过去的政策是对的 我们现在鼓励生育 我们还是对的 我们永远都是对的 只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所以这个计划生育呢 现在又开始了 还不能够一下放开 因为你一下子猛然放开 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就和你改革开放似的 你一宣布改革开放 等于你否定了前三十年 以至于成了现在领导人的 这个心头大患了 我当初不应该否定 所以现在计划生育 它也不能够突然的放开 去来否定计划生育的失败 因此从一个假的数据 来证明我过去正确 但是我知道 我的人口遇到危机了 我从现在开始 又要鼓励开始生育 所以像这样的 这种过山车 一次一次的过山车 而不是平稳的发展的话 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治国决策 我们这全世界有78亿人 有200多个国家 中国是唯一一个大规模强制性计划生育的国家 这不当在人类 在整个世界的生物类 动物生物类 都是罕见的 都是很少见到的 你没见到什么非洲丛林的狮子 哪的老虎 或者任何狼啊 狗啊 这个鹿 如果有过计划生育 那你没从来没看见过 他们泛滥成灾 你从来没有看到过 为什么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奇妙 他给你创造一部分 同时 他还同时会消失一部分 这就是世界的平衡 大家都认为 都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 不要去违背他的时候 唯独我们的国家 他是人为的去违背 制造这个危机 然后又违背规律 所以就带来了 就目前的这种 非常荒唐的这个人口政策 所以这个要说起来的 这个话题也很大 我觉得要说 还有很多的地方 所以我就从宏观角度来讲 说现在来讲 这就是一种治国的荒唐 你比如说有的那个 我就举个例子 有一个我就记得很清楚 有一个那个标语啊 农村写的计划生育标语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超生一个 现在这个标语还在 但是这个超字 已经被化掉了 改成了少 宁可血流成河 不准少生一个 你看看 人口自然增长 你就让他按照他的规律 自然去增长就可以了 你没有 为什么要去强行的限制他呢 是因为你治国的失误 所以我就觉得 这是一种非常荒唐的政策 这就由于有这种 政治上的失误 必须用数字 假数字 来弥补我政治上的过失 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很多矛盾 数字矛盾之处 那无论是中共过去限制生育 还是后来呢 这个鼓励生育 背后都有一个核心的观念 就是啊 人 中国人 在这些统治阶层眼里面呢 他就是工具 他不是 人不是目的 他是工具 他是发展经济的工具 是增强国力的工具 是巩固他们统治的工具 当他们觉得这个资源很多 需要更多的人来搞生产的时候 他们就鼓励生育 像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毛泽东鼓励生育 到了后来 六七十年代 他们一看人太多了 这个资源不够 所以他们就限制生育 就搞这个残酷的 所谓的计划生育的政策 那么到了现在 又觉得 哎呀 这个老年人太多了 年轻力壮的人 这个逐渐的减少 对他们呢 成为这个经济大国 赶超美国 非常的不利 所以现在又要重新来 这个鼓励生育 那无论是限制还是鼓励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事情 就是啊 他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 当成是牲口 当这些牲口 能给主人带来利益的时候 能够带来红利的时候 那人口红利的时候 这个人口多就是好的 当这个人口红利 这个正在消失的时候 他们就要急着 要吹着这些牲口 赶紧赶紧再生 当资源不足 他们就要限制 这些牲口的生育 他们是把中国人 当成是牲口 但是呢 但是呢 那我相信 现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已经有了这种觉悟了 就是说我们自己不是牲口 我们不是你们赚钱的工具 很多人呢 他都自我这个限制生育了 年轻人现在因为这个 这个房贷的压力 因为工作的压力 现在都不愿意生小孩子了 他们要这个通过 限制生育的方法 来让自己的生存 这个压力稍微减缓一点 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现状 那中共 他为什么 还要继续吹牛 说我们中国现在人口 还在继续增长 还有很多 刚才东方兄提到的 那个法国的科学家 他真是不太了解 中共的这个想法 科学家真是 有些时候考虑到 政治社会问题的时候 真的是比较单纯 中共他这个 要把人口的这个数据 催大 要说谎 刚才东方兄提到了 一个这个理由 那么还有一些理由 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 第一个 他现在要想 让全世界的这些 这个公司 大公司 让全世界的这个产业链 继续留在中国 他得告诉全世界 我们还有足够的人口 我们的人口还比印度多 我们的这个劳动力 还是有非常 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数据数字 所以说大家留在这里 还可以继续赚钱 这是一个这个 那理由 那么还有一个理由呢 就是 中国是 人口第一大国 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面 在世界上的这个 拿出人口第一大国的 这种这个分量 在世界范围内好 跟美国进行政治上的对抗 跟欧洲进行政治上的对抗 这也是他们对抗的一张牌 中国人 这么多的人 在他们手上就是一张牌 当他们 把这个14亿多人 他们说的14亿多人 绑在他的这个战车上面的时候 他们觉得他就有了 政治上的一些这个优势 就有了一些博弈的资本 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目的 中共 他们是惯于说谎的 但是呢 他们不会啊 这个 毫无目的的说谎 每一次说谎 都 精准的对准一个目标 就是啊 巩固他们的政权 当他们的这个目标 达不到的时候 他们就有了所谓的人口危机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只是统治者的危机 这是中共的危机 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危机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